好那在我們今天開始正式解盤之前 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上週五這一個重大的新聞 就是輝達取代英特爾正式被納入稻窮的成分股 首先這一則訊息我認為可以非常非常正面的看待 原因是來自於輝達被納入稻窮成分股之後 我認為不管是國內外會有更多的法人機構 把輝達這個股票的倉位給建立起來 那就有機會帶領AI這個族群繼續的走強 所以這個訊息的話我認為在後續的話 會慢慢的反應跟發酵的部分 那我們就回來看今天台股的走勢 首先今天台股我們認為看到早盤的部分 其實盤式的氛圍是比較差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大家可以去關注到 其實像今天其實重災區就是比較偏向上禮拜五 比較強的個股還有一些中小型類股 那全支股的部分的話在這個五盤之後 幾乎都有一個向上拉抬的動作 所以最後我們加群指數基本上是收平盤附近了 只有小跌24點 可是我們其實是從這個盤下跌了250點 這樣子一路的拉上來 當然這也符合上禮拜我跟大家做的預期 是接下來的行情會更著重在看全支股的部分 全支股的表現有可能會比中小型股表現來的更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時間 我認為啊我們台股有存在一些風險 就是在我上週五的這個會員傳真稿的時候 我就有特別提到啊 近期的外資空但是已經來到了算是蠻高的一個水位 43000口左右 那其實這一塊原因我就來自我認為就是來自於這個川普的部分 因為川普對這個台海的這個地緣政治的態度 其實相對來說會讓這些外資手上會去做更多的做空的部位 那其實外資就是我們台股市場 針對指數啊影響最大的一個玩家 所以我認為外資手上的空單你不得不去做一個參考 雖然主要的標股會出現在中小 應該說內資著墨的部分 比較容易出現中小型的標股 但是針對指數的影響的部分的話 我認為外資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那我們看到外資到目前為止 我今天收盤看的時候 好像又增加了5000口空單 所以說外資的現在的空單水位是蠻高的 台股市幣會引來一個蠻明顯的波動或震盪的部分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大家必須要特別來做一個留意 那我們先來看到台積電的部分 台積電的部分的話 上週五公布了一個超強的10月份營收 但是在今天盤中的表現 我們並沒有看到台積電針對這一個營收的這個數字 就是有來做一個反應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台積電其實在盤下的部分 買盤其實還蠻強的 一直到尾盤收盤的時候 甚至有拉高到接近平盤的位置 那接下來我們關注的部分就會是明天 台積電的董事會的開會 那他這些管理層的部分會不會做出一些新的重大的決定 去繼續的引領台股市場部分 我認為這個部分很重要 所以說投資朋友一定要把這個事件給關注起來 那當然還有包括我上禮拜講的3303的帶領 這檔股票就是我們上週會員在平盤附近買進的事故 那當然今天在盤勢氣氛比較差的情況下 我認為這邊有個蠻明顯的回檔 主要就是來自於葛日聰的籌碼 在今天開地後開始增香大量的做停損的動作 但是我說這家公司其實我認為接下來第四季 旺季的趨勢是並沒有改變的 股價這邊在休息後 如果有個換手就有機會再一次的走強 再加上這家公司其實明年有一些 包括空污費任列回轉的一些題材 然後再加上他有做一些擴廠的動作 包括他跟一些經銷商的部分 有一些就是一些其他營運模式上的改變 所以他的獲利跟營收數字 我這邊還是非常相當的看好 那投資朋友如果說也有跟著我們 一起來關注這一檔股票的話 你可以先加入我的Light跟Teregrim 因為這檔股票最新的資訊 我都會在上面做一個更新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禮拜要關注的一個重點的部分 就是我們台灣AI的組裝廠的指標股 2317的鴻海 他要在禮拜四的時候舉辦法說會 並且公布第三季的財報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認為 主要要關注的地方就是在於說 第四季 鴻海在AI相關產品的出貨的狀況 跟比重的部分 那比重部分主要就是看 AI Server的比重有沒有持續的在做拉高 有沒有辦法去擊敗市場的預期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從鴻海的簽章大戶籌碼 是有在持續增加的 那以籌碼來看整個股價的話 我會認為說 市場的大戶投資人 是相當正向看待 鴻海之家公司準備在禮拜四 舉行的法說會的部分 當然 除了鴻海這個大哥以外 他底下的一些小禁忌 集團戶 我們也可以回頭來做一個留意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認為可以留意一些 鴻家軍在年底集團作帳的行情 那有哪一些股票呢 我認為說第一檔的話 可以來看這個2392的震位 雖然目前跟鴻海沒有什麼 呃 非常 直接確定的關係 那主要來自於說 這家公司就是這個 這個郭台銘的地理 郭台強董事長的公司 那這家公司的話 主要未來題材就是在於說 AI運算中心的啟用 他今年的話就是會在 本季就先啟動一個這個 輝達H系列的超級運算中心 未來就會有所謂的 AI算力租賃的這個題材 那再加上啊 公司管理曾經有說啊 在明後年也會陸續啟用 呃 先去採購這個 B系列相關的AI伺服器 然後接下來就會啟用這個 B系列相關的這個 AI運算中心 所以我認為啊 這個部分會是 鄭薇啊 接下來的成長動能 那當然也包括鄭薇旗下的子公司 森薇 在今天也正式跟我們的政府 簽約三支二期的封廠 那在封廠相關的收益 當然不會說馬上的顯現 但是也會在未來成為鄭薇啊 這個呃 公司營運的一個成長動能 好 那在下一檔 紅海相關的公司是 6414的化漢 化漢其實大家可以去關注到 其實化漢每年在10月11月12月 第四季的時候是他傳統 進入營收任列的旺季 那我們關注這家公司主要是看這個 呃 邊緣AI裝置相關的業務 因為化漢本身是做這個軟硬體結合 包括IPC工業產業電腦相關的產品 那近期啊 華漢有蠻多 跟這個其他廠商 包括是合作的一些策略 還有包括華漢近期有一些併購的動作 那相關的資訊啊 當然華漢跟紅海在同一天 11月14號星期四的時候 會召開法說會 然後跟投資人做一個說明 所以我認為這家公司也是 紅家軍集團去關注年底有做帳行情的一家公司 可以請大家去做一個留意 然後最後的部分呢 11月10號啊 我有帶就是今天我有帶會員進場一檔標的 這檔標的的話是台積電 埃米製程的關鍵的把關廠商 那我認為啊 前一段時間漲幅蠻大 然後在經歷過10月的回檔之後 其實有發現到一個重點是 呃 大戶的籌碼是有一個不減反真的狀況 再加上啊 這家公司未來的題材就是在CPO的部分 CPO的部分啊 就是呃 未來這個台積電進入埃米製程的時候啊 一個新的技術 那這個新的技術會需要很多一些配合的廠商 來做一個合作的動作 那在這個 在這家公司的這個產業裡面 它目前是最領先的 所以我認為啊 現在股價回檔的這個機會啊 是一個還不錯進場的機會 所以在今天早盤股價 呃大盤在做回檔 股價在做回檔的時候 我就有帶會員買進這一檔標的 好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哦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制根本 再到實地擇房產業 旅菜週刊頻道 給您最前面的看法 加入旅菜週刊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 然後再加一份薪水 然後再加一份薪水